星电视 社会公器 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 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 STV 属于大家的平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美国飞回香港 我就没有停过飞 不过我就比较少走欧美那边 我多数走到南边 纽西兰 澳洲那边 澳门 我自己东南亚的地方 我一直都有去 所以就没有什么那种好像困住不出街那种 很多朋友也都跟我说 自从上次我们大家有一个聚会 就是星道主办 即是有李玉门和不同的朋友也都一起到 很开心地玩得 在这个活动里面 很多朋友就问起我了 就说有没有可能可以再做一些类似 比如说一些专业形象 或者怎样可以美一世 怎样可以健康 养生那些分享 我说当然可以 那我还很希望继续和星道电台 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那其实没有的 大家都是睿智生活 亦都是希望可以大家互相 就是我们叫做去分享一些正能量 是吧 那我觉得我自己几十年下来 都存了很多很多这类的一些所谓的提示 那上次讲开有些朋友说 哎呀 怎样可以穿衣漂亮啊 那我今天讲少少穿衣 怎样可以漂亮 其实很多人就没有留意自己的身形 无论你高也好 你矮一点也好 其实都不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整个人的比例是均匀 就是人的比例 如果你喜欢画画是六的 就是头一个叫六分一 然后就一直下去 其他身体那边就是六分五 如果你分布是这样的话 其实就算你不是很高 你看上去穿衣服 都会是个比例很好 那当然呢 很多专家就说 啊 脚长很重要 那有些成四十寸的脚 就是整个脚的长度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重要 其实每一个人呢 如果你没有隔离的人站在你那里 是不觉得你矮 或者是不觉得你特别高的 或者是觉得你特别肥特别瘦的 是不 那通常人比人嘛 那就很容易就会看到 那我反而觉得呢 就是首先 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常常叫大家不要输心情 不要想着说 啊 是啦 就是我和谁在一起 他一定是漂亮的了 那么 每个人都可以漂亮的 我们经常都有一句说话呢 就是在美容界说的 每年都是你的年 就是说 你二十岁 你有二十岁的漂亮 你三十岁有三十岁的漂亮 你四十岁有四十岁的韵味 和点牙的气质 一路下去 就算到你七八十岁 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在互联网上面都看到 哇 仍然很精彩的 就是他们穿衣啊 那个气质啊 和一举十一头竹啊 好点牙好优雅的 好像这些呢 其实就是要我们去索造的 你说天生可以这样就假的 那我们在未曾穿什么 怎样穿衣会漂亮之前呢 有几样东西我们自己要注意了 第一要注意身形之外呢 还有你自己一般的活动 是什么 是哪种 譬如你说 哎 不是啊 我整天都要很忙的 周街走的 那真心说你就不要头发太长啊 然后穿的衣呢 就是真的 就算走来走去 都不是很容易 比如说骑髒啊 或者勾到啊 就是那样那样的东西了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你喜不喜欢做运动 如果你很喜欢做运动的 其实你的衣食啊 那样东西也有点不同 那我先讲一些普通上班 或者是去吃饭啊 就是我们去和朋友见面 那些穿衣的一些提示 那一般穿衣呢 我们经常都讲有几样东西的 第一件事 穿衣 你如果想看上去好看呢 就千万不要穿那么紧 那些衣服不要贴到实实 就是那些很多是那些 就是弹性的衣服 那些衣服呢 譬如knitwear 那些针绩衣服呢 尽量少穿 尤其是呢 针绩衣服呢 十个穿十个都看上去肥的 除非你真的 没有特别的身材 那所以这些呢 就少一点穿 每逢一贴身的衣服呢 就真的 一块肉就见一块肉的了 那所以你自己就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身材 去穿这些衣服呢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我们一般都鼓励呢 无论你是什么身形都好 穿衣是轻轻的 你原本的马 大一马 那大一马 或者大半马 都是好的 因为为什么呢 这样看起来呢 就觉得你瘦了的 可能你 尤其是 如果刚才我说的那些贴身衣呢 或者是有些很多pattern的 就是很多花纹 很多那些设计的衣呢 一般看下去呢 跟正式的衣比呢 一定是肥一点的 觉得 那不知为什么呢 现在所有 尤其是女士 觉得肥一点呢 就是臭样的了 就是个个都喜欢瘦的 因为潮流 告诉你 瘦就是漂亮 那我当然不同意了 我也是喜欢那种 就是很怀旧那种的 我好喜欢别人那种 curvy 的身材 就是我觉得 女人的身材呢 就是应该是 大的地方就要大 小的地方就要小 就不是好像那些 就是成肢竹那样 就是看下去呢 有没有腰啦 有个臀部又不够丰满啦 那然后 就是各样东西 不用我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 那我就喜欢三围里面呢 就常说 就是上个胸围啦 那腰啦 和我们的臀部呢 一定要是平均 和重要是 就是像个女人身材 穿衫才漂亮的 所以就不要被潮流影响 我这个说法不是我说的 是很多很多男士专家 都表示 女人太瘦不靓 好了 先讲几件事 记住了 穿衫除了不要穿太紧 和针绩衫之外 少穿啦 和针绩衫容易勾啦 第二件事就是 身体上面 不要穿超过三个颜色 你一套套装 一个颜色 一件襲衫 第二个颜色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就会看下去呢 就好像 哇 好眼花缭乱 那样 所以记住 不要超过三个颜色 OK 那另外还有一件事呢 穿衫呢 亦都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 在那些 重要的场合 那些活动 你千万不要想着 我要做诗意啦 我可能要拿奖啊 或者我要做presentation 就穿件新衫 买回来呢 就是刚刚剪过招牌 你就穿上身 因为这样呢 很多时候呢 就会出阳相的 你一定要穿件衫 是很熟的 很熟悉的 那你呢 就会很挥洒至于 很有信心 对吧 好了 第三件事呢 就是 穿衫呢 是可以Tone on Tone的 就是跟颜色系列的衫 就是穿在一起 譬如我件衫衫 是淺粉红色的 那我件jacket呢 是深粉红色的 然后跟着 就是全个身体呢 都差不多 是一个Tone 一个颜色 譬如我灰色的套装 那我里面呢 穿一件 浅灰色的一件衫衫 那个丝巾 可能好像我那次 都用了一条LV的丝巾 就是你总之 同颜色系列的呢 穿起来就会漂亮的 就不要乱搭颜色 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穿衫呢 冷的色和暖的色 一定要分开 譬如说 我是穿一些 pastel的 就是粉色的衫 你里面那件呢 就不要穿一件 黑色的那些内衣了 就是那些 皮里面穿一件衫衫也好 或者一件那些 吊带的 或者T-shirt也好 每逢那些 我们叫pastel 就是粉色的衫 最好都是配搭 白亚米那些 冷的颜色 就尽量是冷的颜色 暖的颜色 暖的颜色 就暖的颜色 譬如橙啊 黄啊 那些就叫暖的颜色 藍啊 紫啊 灰啊 那些就叫冷的颜色 有一个开心 香港那么有趣的活动 好吗 下星期再见 拜拜